迷宫入口在花开殷史之地的12点 我把每个地图编络号 建议和地图一起看 首先会拿到一把钥匙 开门进入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最终Boss站会在这里进行 这里会遇到一个宠物波机 它会协助我们探索迷宫 所以我们要去找到它 路上会看到一本日记 一共五本我们需要收集 这个房间都是镜子 我们叫它镜子房 打开扳手后光线会照进来 这里可以利用镜子反射原理来开门 来到二号房 右边是玻璃房 要根据颜色顺序来打玻璃 打完拿到一本日记和一把特制钥匙 这个钥匙之后可以打开地图房 三号房拯救波机 然后它就会加入我们 宝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选增益Buff 这个读圈对人物是有伤害的 先绕开走 之后的地图会拿到解读完 到时候就能免疫毒圈 灯柱可以点亮 进图前大致看一下方位 全部点亮后激活手套 就可以推箱子了 圆路返回保子房触发剧情 点一下石碑 然后和波鸡说话 我们得知唤醒石头人需要让花朵盛开 而要让花朵盛开需要三个元素 分别是水、土、光 回到镜子房点当中的面镜子 提示先去南方找镜面 利用镜子反射原理来开南边的门 这里有个比较方便的办法就是 要开哪扇门就找这个门直线上的镜子 然后再找这个镜子直角线上的另一面镜子 这样倒推 来到7号房十字路口 8号房点灯打怪 9号房打完小Boss拿到一个解读完 之后就不怕读圈了 10号房全是宝箱 拿到日记、12号房的钥匙 还有让花盛开的水这个元素 回到8号房 8号房左边有个需要特殊钥匙才能打开的房间 里面可以拿到迷宫的地图 这个特殊钥匙就是刚才我们在迷宫上方玻璃房拿到的那把钥匙 和他对话可以解锁地图 但我这里为了做攻略先不解锁了 在这个迷宫里如果推箱子推错了可以离开房间来重置 看不见箱子了再回去就重置了 然后去11号房 这时候人物已经不怕读了 打怪拿宝箱 目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跑太快那个波鸡中毒了没有跟上的话可能会消失 不过这个应该很快会修复 不过这个应该很快会修复 复本里如果不击死了 你可以救活它或者等它的复活CD 用钥匙开12号房 把箱子推齐 找到镜面 这个镜面是需要装在镜子房中间的那个支架上 顺路来到12号房打怪开宝箱 出现传送阵 正好传送到镜子房去安装镜面 安装完开始探索镜子房东面的三扇门 同样利用镜子反射原理 我先开了14号房 开完箱子进15号房 打完进开关房 这里有个扳手 扳手控制阳光 垂直光线是在镜子房 拉下开关光线倾斜 说明光线就照到BOSS房去了 那里的花就有光了 就是说这个开关是控制阳光在BOSS房和镜子房之间转换的 16号房小BOSS拿钥匙 17号房有飞轮 波机是可以取消跟随的 这时候它就会在原地站着等你 开完箱子获取日记和最后的要素图 花盛开的三大要素都集齐了 我们先继续探索迷宫 回到开关房 打开18号房点亮灯 全部点亮后拿日记 19号房打怪开箱子 20号房波机提示目前缺少箱子 我们可以先去探索其他地方 最后再来这个房间 准备回镜子房 这时候发现镜子房的门是关着的 因为光在BOSS房打开扳手 垂直光线等于镜子房有光 等于东边的门是开着的 然后开21号房 同样先调整门直线上的镜子位置 然后再一个一个倒推 打怪开箱进入22号房 是个点灯房 记得要看点灯的顺序 和学者对话得知他不能出去解密 这里有点复杂 完了几遍最后发现 迷宫地图里的24号房是这个22号房的镜像对称 所以需要按顺序去点亮那个房间的灯珠 那我们现在去最后一个门 23号房里是这个图形 本次迷宫里有很多对称的元素 所以猜测这里也是对称的方 开箱来到24号房 就是22号房的对称图 把刚才看见的点火顺序在这里再点一边 这时听到巨响提示出现两个障碍物 其实就是20号房缺少的两个箱子 传送阵传回22号房拿钥匙 再传回24号房 准备去最后的20号房 解密完20号房就可以去激活花朵了 要去20号房必须经过开关房 所以先把开关房这边的光这个要素给激活 让光照在Boss房 20号房果然多了两个箱子 推完后出现了传送阵 传送进入25号房 就在Boss房下面 这里有个NPC可以用材料来换Buff 包括物理、魔法和生命 这时候人物的道具已经齐了 水、土还有五本日记 敲完水和土发现 光线没有照到花朵 把地图两边箱子推进去 地基移动 光也有了 跳过剧情打最终Boss石头人 石头人有三个阶段 回旋很快 第二阶段主要躲十字盏 第三阶段需要躲地上的蓝圈 头顶花瓣如果买了可能会被秒 所以建议吃棉死料理 如果实在打不过的话 可以去花开一时之地 升级宠物波机 打完后自动跳剧情 拿到最后的宝箱 点击传送阵 传送到26号图 最后离开副本 回到花开一时之地 出来之后记得去地图中间和一个学者说话 用五本日记和他交换东西 到这里每只工一层就全部解锁完了 后续可能会出二层三层 可以期待一下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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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